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辰老師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加權股價指數 盤中上漲了264點 那預估量的部分 也拉升到了2400億元 所以是一個帶量長紅 而且留下一個多頭跳空缺口的格局 那這個跳空缺口非常重要 因為它直接封閉掉了 12月15號那一天 大量的缺口區間 那當然這兩個量能互相呼應 基本上多方的格局 它會再回來 它又再掌控了 所以這就符合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聊的 2023年的行情叫做先衰而後升 而且它會步步高升 對不對 因為你會發現到 去年12月份 哇 這個行情看起來超弱超弱 整隻就是這樣跌下來 也跌了將近快1000多點 可是我要一反轉上來 從這個低點到今天 也是漲了將近快700點了 已經漲了700點上來了 所以這就是震盪洗盤的過程 然後內股之間再換一個主流 所以它在換主流的時候 各位投資寶 不要因為指數大漲 你就認為說每一檔股票 它都會上去喔 你一定要知道說 現在的行情啊 它要由誰來去做一個控盤的動作 否則很容易在那種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的過程當中啊 反而看著指數在上漲 賺不到錢喔 這就是現在結構上面一點 很特別很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個結構上面 你可以發現到喔 台股又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就是你的那種利多的股票啊 它反而是跌了 但是呢利空的股票 它反而是上來的 比如像說這個1月5號的時候有沒有 我記得當時我拿這則新聞 給大家看對不對 我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還滿開心的啦 為什麼很開心 因為外資它講了一句話嘛 台積電Q1的營收外資看淡啊 確實啊 當時台積電也因為利空 棒下來了嘛 它就打下來了嘛 可是你回過頭去看喔 1月5號那一天有沒有 這個利空怎樣 剛好就是台積電的底部位置有沒有 然後連續棒上來就轉折啦 今天就上到月線上來了 所以當你在看報紙 在做股票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遇到這種狀況 明明外資就看淡台積電 為什麼台積電的股價會漲 因為很多的事情早就已經預期了嘛 他大家都早就已經知道啦 那你都已經知道了 那外資把消息放出來 把新聞放出來 不就是為了洗盤嗎對不對 所以還有一些喔 比如像說3105的穩帽有沒有 哇今天盤中快點攻上漲停板了 可是他昨天公告出來的營收 爛爆了對不對 營收居然年減超過50% 結果股價磅上來就怎樣 工漲停 那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很多人看到營收這麼差 獲利這麼爛 然後你去放空它 光這兩天的時間 那糟糕囉 至少賠了將近快兩成 那基本上照理來講 你的那種 明明就是營收在創低的股票 為什麼股價反而會漲 因為你的利空 都已經反應完畢了嘛 那你的利空反應完畢 接下來人家看的 就不是說我過去的數字 而是他的未來 那你說他的未來好不好 不要忘記了 洪老師一直跟大家談的 2023年將會出現一個 景氣反轉的訊號 而且啊 過去的砍單 它會變成極單嘛 那你現在看到了 為什麼五毛會漲 為什麼台積電會漲 為什麼這些利空當中的股票 它反而漲上來了 因為很多的砍單 都已經成為過去式 它未來將會成為極單的效益 在台股當中發酵出來 所以我們就要了解啊 接下來的機會點 它會在哪邊發生嘛 你的買點是對的 它才有向下空間 有些未來反轉空間的 一個機會嘛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聊過啊 比如像說 有一些個股 像網通的產業 網通產業它確實喔 從去年開始 這個景氣開始反轉以來 其實網通類股啊 它受到的影響 是相對輕微的 因為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拜登總統 他開始一直不斷的是怎樣 要去投資他們國家的網通 要去發展他們國家的網路 所以當時我跟大家談說 在這種 在這種下跌的格局當中 你要找到對的股票來買 尤其是像核情控這種標的 那你看喔 你要買的時候也不是等它大漲的時候去追 而是在它拉回的時候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而且這些標的 它本身具備金流嘛 金流比從800跳升到100 亮縮底部形態成形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反轉的空間 它才會大 那你的買點是對的 你的風險最小 你的獲利最強 所以我們當天買完之後 當天就直接來到亮燈漲停 我講完當天就亮燈漲停 它創下新高之後 你就知道說 底部形態的位置點上面 你買股票 你的風險是最小的 當然我也跟大家談 當你已經大漲之後 你千萬不要去做追降 內股之間它會走輪動 它會一直輪動 而且它輪漲 所以最近它就開始休息了 你就看到核情控 大漲上來之後 就開始進入高檔震盪整理 但是這種震盪整理不是壞事喔 因為你要拉回的時候 你要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 強勢股回檔 你要站在買方 因為我的月線還是上揚的對不對 那代表我原本的這些籌碼 它並沒有離開 我沒有離開的情況下 基本上你所見到的高點 未來它都會越過去 但是前提是你要買對位置 比如像說它沒有漲的時候 你能不能看到它會漲 那也不只是它 網通族群當中 包括核情控 核安情也是一樣 對不對 當時呢大漲 它在回檔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什麼 金流比從500跳升到前6 周轉率拉升到了16% 你的量縮底部型態成形 越均線從原本的下彎 開始轉為上揚 那大盤破線的情況下 它能夠逆勢強於大盤 它將會是未來市場上面的焦點之一 可是你要買不是等它大漲去追 強勢股回檔買 在買的時候漲這樣 它也沒漲對不對 後面來到怎樣 創新高 這樣一個幾天的時間上來 就已經賺得超過一個漲停板的幅度 那我們在買的這個位階點上面 強勢股拉回正在買方 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空間它自然會出來 那這種不要追股票的方式 對你來講 你的那種風險性 才能夠做到控管 你的獲利呢 才會拉升到最大 所以我覺得說 台股當中 慢慢的它要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2023年它要進入到景氣循環的時候 當然好的股票 它也會開始冒出頭來 跌不下去的標的 基本上它也預告了 未來的砍單變成極膽 所以在這個位階 不需要太過於悲觀 但是你要謹慎的 來去做一個行事 所以我從剛剛的這些個股來看 包括核勤控 包括安晴 他們這些相關的網通類股 開始慢慢的 代成主流的時候 接下來包括在省準方面 我們也要特別去做留意 因為呢 它的金流比從60跳升到前二 基本上 這個網通族群它要開始動的時候 這些個股 像省準它絕對是主流的方向之一 可是呢 當省準還沒動之前 你要注意喔 你要看它什麼時候 要開始進行反攻 因為它的扣底值 慢慢的要扣底低值 月均線呢 現在還是下彎的 那重點在於 你能不能突破月線 當我突破月線 帶動均線開始 從下彎開始轉為上揚 那省準呢 它就會開始帶領 包括很多相關的網路族群 開始往上去做一個反攻 所以呢 安晴控它開始 現出了一個 買盤開始積極進場的一個訊號 那接下來開始帶動了安晴 我認為下一檔 省準你也可以去做留意喔 那你看喔 今天它已經突破了 月均線的反壓了對不對 那我月均線反壓突破之後啊 我現在的扣底值啊 準備要扣底哪裡 準備要扣底這個位置的 那我扣底值 慢慢開始要扣底低值 只要它能夠維持在月均線之上 那未來呢 整個底部形態完成 反而是怎樣 下一個你可以去留意的一個焦點 所以台股當中 其實從一檔股票開始變成了兩檔 開始變成了三檔 可是因為現在有一個問題點 主流的跳動趨勢它非常的快 那如果我沒有辦法 形成一個主流的族群 它就沒有辦法 變成一個大家的共識 那你在這些個股在輪動的過程 你要找到好的股票買低檔 當這些低檔的標的 一旦讓你抓到了 比如像說銀邦的股票 它變成主流了 比如像說有一些 像其他的過去的這些所謂的 軍工股或者是所謂的這些 這些安控的族群 它可以成為主流 那它一旦形成主流的時候 我告訴你這個波段的幅度 它的漲幅才是最大的 但是前提在於 你要買在強制股拉回的時候 那這都是在考驗一個超盤手的信心 那當然我認為台股未來 在年後它會越來越好 而且它會補量開始去做攻擊 那類股之間 你要掌握好那個節奏 那個tempo 有很多你沒有發現到的機會點 其實已經悄悄的在發生了 它已經悄悄的發生了 那除了我剛剛講的 像網通的族群以外 還有在半導體方面 我也發現到 有些個股開始有人在 有資金去做佈局 那有哪一些標的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貸金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金一定貸出 成通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2752 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孟城 在11點到11點半 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目前加強股價指數 還持續往上去做攻擊 已經上漲了272點 那當然 它已經出現了一個 帶量突破的一個表態 那操作上面 自然 不要過度的一個悲觀 那我們的想法還是一樣 謹慎的去面對你的操作 強勢股回檔 掌握它的買點跟它的節奏 那從整個大方向來看 我認為台股就是一個 長度的一個格局 因為從12月28號那時候 我就跟大家一直聊 我說新台幣 是整個行情的一個重要之重 如果說指數在下跌的過程 新台幣如果像8、9月份一樣 出現一個大貶值的狀態 那我告訴大家 我會帶你怎樣 我會帶你出清止谷 但是你現在可以發現到說 指數跌了1000多點下來 可是新台幣表現得非常平穩 那你新台幣表現這麼穩 就代表你現在的資金 還留在台灣嘛 它並沒有離開 那你沒有離開 目的在哪邊 它要把股票買回來 它未來它一定會進場去買股票 所以我說指數跌1000點 但是個股之間他們是在輪漲 在輪動的方式去做表態 那當然它不是一個全面性的上攻 可是大家是都有機會 只要你掌握那個買點 比如像說航運類股 像今天指數漲了200多點 照理來講有沒有 像以前的航運指數它會跳得很高 但是你可以發現喔 今天像2615的萬海 2603的長榮啊 甚至2609的陽明有沒有 它反而沒漲耶 這完全感覺不到就是說 指數大漲200點的那種開心感啊 那理由在哪邊 也很簡單啊 因為現在的資金 並不在他們身上嘛 當時我跟大家談的時候 我說萬海啊 你可以買的位置點 其實是在底部準備要起漲的時候 量縮底部型態成形 金流比從120跳升到全20啊 那你這種量縮底部型態 大盤破月線 它先突破月均線 這個才叫做真的有人在買 有資金偷偷進場佈局 所以你該買的時候 就是指數重挫它不跌 你的買點是對的 後面亮燈漲停板上來 再創新高 這樣幾天的時間而已 你就開始怎樣 大賺了嘛 5天的時間 1 2 3 4 5天 5天的時間它漲得超過17% 那我也跟大家談啊 這檔股票賺到就好了 大型的全資股 它的波動率 它的幅度本來就會比較小 所以它的極限到這邊 那我們就怎樣 獲利了結 把資金抽回來 這就是我們在操作上面 要掌握那個節奏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嘛 那當然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他就是在這個位階點上面有沒有 大漲的時候叫你趕快追你看看 海運未來要噴了要衝了要漲了 白天的賺到也叫漲了 那我講嘛 如果你是200塊錢買到現在的 那你到現在還是沒有賺錢 可是如果你是因為做這種短波段 在它的底部形態完成之後 下去做佈局了幾天的時間 你可以做獲利了解 全部獲利放進口袋 同樣都是海運股 會做到不會做的差這麼多的嘛 那差一別關鍵點在哪邊 在於錢的流向 在於資金的動向 所以為什麼我跟大家談說 我賣掉之後 像我萬航我賣掉之後有沒有 到現在為止我都還沒有再買回來啊 那為什麼不買回來 因為成交量告訴我 買盤還沒有進來嘛對不對 它不像這邊量縮底部形態成形 開始有買盤的時候 股價就上來了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是要等它 新的形態它的底部再完成之後 再有大量的資金 未來它會再創新高 你的指數要漲絕對缺不了 這個海運類股啦 可是你要賺到海運類股 你要知道什麼位階才是對的 那個地方才是真正的買點嘛 那好的位置絕對都是怎樣 都是那種量縮底部形態成形的地方 不管任何一檔標股 你要賺到翻倍 你要賺到一倍兩倍 都是由10%開始的 那前提在於 你要抓到那個10%的起漲點 所以包括我在做銀幫的時候 當時都跟大家談過 像這種股票絕對不會有人跟你想 只有洪老師會說 因為洪老師從金流看到這個位階 有人在討問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這樣子上來才會怎樣 才會賺錢 而且你可以賺得很放心 你可以賺得很安心這樣子有沒有 那你錯的時候一點點 可是你賺的時候可以賺很多 那你一根漲停兩根漲停 再到第三根亮燈漲停 到第四天你不用漲停 你就已經賺四成 那第五天呢 它在創新高的時候 你就已經賺了五成 那我說這個五成的獲利 納進口袋 你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你等它拉回再來找機會再買對不對 但是什麼時機點才是好的位置啊 同樣都是銀幫我們賺走價差 可是有人覺得怎樣 有人因為追股票啊 帶你去追銀幫 追在123塊錢了有沒有 現在是住進套房喔 一樣都是銀幫怎麼差這麼多 因為你有沒有做到底部起漲 下去做切入嘛 在它沒有漲的時候 你要先判斷它會漲 不是等到它大漲了才告訴你 它在漲 這個差異別是很大的喔 那洪老師一直都要做這種事情啊 你說我在買萬海的時候 是不是底部起漲 那我在買銀幫的時候 它是不是底部起漲 那我為什麼可以看得見銀幫 因為錢的流向嘛 資金的流向告訴我 哎呦這個股票有人偷偷去做布局 那你現在人家都已經拉升上來了 逢高呢人家開始在出貨 你才想做這種股票呢 你要買就已經來不及了嘛 錯過就是錯過 真的不要再去硬追 那你可以把同樣的模式 一直不斷的複製在 不同的股票上面 所以我說我們現在不是在找銀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去做銀幫來賺錢 而是要找下一個銀幫 它會在哪裡出現 它會在發生在哪一些類股上面 所以這些類股一旦開始形成了 你買的位置點 假設是在底部的位階 當然你就能夠享受最大的獲利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以來跟大家聊的 我的操作模式 我要在底部尋找標股 可是這些底部的標股 它一定要有一些基因存在嘛 對不對 如果沒有基因 如果沒有這些基因 它自然不會成為標股啊 你會發現很多的股票 它明明就賺很多錢 股價就是不會漲 那不會漲就是因為它沒有標股基因 所以我今天把這個標股基因 分享給大家 包括了周轉率 有沒有夠高 它的周轉率要夠高 它的這個人氣才會上來嘛 對不對 買盤是最強的啊 那你的政府也要大啊 股價的波要有波動 才會有人想做嘛 那接下來卷資比 它如果空單很多 容易軋空對不對 那這些個股 你把它挑選出來 又有族群性的話 那有趣囉 它就不是一檔股票再漲 而是一個族群在動 那你知道一個族群在動的標的 它才能夠成為主流嘛 就如同我剛剛跟大家談的啊 像你現在看到很多的網通類股 哎呦 其實大盤在跌的過程 它是逆勢強於大盤的 那如果具備了周轉率 又有政府 卷資比又高 那它一旦形成主流的時候 整個網通族群 就會呈現一個爆發式的一個大漲 那同樣的 還有什麼樣的機會點 它會類似具備這樣的標股基因 其實有耶 包括在半導體方面 我一直跟大家談 台灣絕對不能夠沒有半導體 那你這些半導體的族群裡面 包括台積電在漲了 那台積電漲上來之後 難道就只漲台積電嗎 不會啊 你很多的包括聯電 包括世界先進都在動嘛 5347的世界 你看最近強成什麼樣子 今天又創新高 那不是說成熟自成在砍單 那為什麼股價會創新高 因為砍單要變極單了嘛 那同樣的 在台積電的小經濟裡面 我1月6號跟大家談的彩域有沒有 我說這個股票很妙耶 金流比從800跳升到100 那你的量縮底部型態 才開始爆量出來了 爆量出來之後上到月均線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反轉的空間很大嘛對不對 那當天來到漲停板 今天也在創新高啊 那這是不是底部型態 準備起漲的股票 那你真的最好的買點在哪裡 在它準備要反轉的時候 不是等到它大漲的時候嘛 對不對 那你整理一段時間 放上去一旦它開始創新高 就賺錢了 可是這中間你要了解 任何一檔股票 它有沒有具備它這個 標股基因的存在 那包括我認為啦 你從財域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機會點開始發生了對不對 那還有呢 包括在資源啊 但是跟大家談資源的時候 149塊錢嘛 因為這個資金的流向告訴我 金流比從50跳升到16 那你大漲不追你買拉回 那你拉回的過程 那你拉回的過程 現在打出一個底部型態 什麼叫底部 量縮 你量能縮下來 你的賣壓已經都怎樣 清洗完畢了 那你賣壓清洗完畢 一旦大量長紅棒去突破 帶動均線開始翻搖 這就是當時3037星星的翻盤 所以3035的資源有沒有 今天也是喔 開始怎樣 大量突破 去突破了月均線的反壓 現在呢 扣底值還有三天的高時要扣 那扣完這三天 整個均線就要從下彎 開始轉回翻揚向上了 那你覺得資源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市場上的主流族群 從財域從資源還有呢 我告訴你還有一檔標的 現在Google啊 它的態度從原本的 一直只用所謂的 那個Enjoy系統 現在它已經開始正式要支援 Rack5的這個IP供應鏈了 所以過去啊 大家都知道說 ARM架構裡面創造了今年的這個 現代的所謂的智慧型手機的市場 Enjoy系統就是在ARM架構裡面 把它建設出來的 那當然以前Enjoy就用得很順嘛 當然Google也不想要別人來分一杯羹 但是Rack5啊 這個Rack5現在開始出來之後 它有個特點 免費 它免費 所以呢很多人開始運用這個Rack5 開始去建構所謂的這個 新的一些晶片的這個語言 那一旦喔 它從一個小小的這個區塊 開始延伸出來變成大的一個區塊的時候 欸台灣這個 又有一個新的商機它會發生 那這個新商機有可能會在哪裡 車用市場 有可能會在智慧家庭的市場裡面 整個大爆發出來 甚至未來的軌道衛星 都會使用到 Rack5的這個系統 所以我覺得這個Rack5的架構 就會成為未來 我覺得今年大家要去特別特別留意的地方 當然這裡面有一些股票 我們留著下午再說 那有哪一些標的 請你再鎖定我們下午的節目喔 那台股基本上 2023年就是一個景氣反轉的一個一年 那當然很多的砍單它會變成極單 那你在掌握個股輪動的過程 要掌握好那個tempo 要掌握好那個方向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如果你掌握不到的 也歡迎你廣告時間播通電話 我們一起來迎接 2023景氣反轉 砍單變極單的行情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一組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